鮮魚汁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火 天氣開始很暖 很多獅兄都開始下水 現在開始有點花蟹埋了浸水 你準備好水沒有? 有網友留言給我, 問我為什麼要晚上下水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晚上捉到的海鮮和日頭捉的完全不同 除了花蟹, 青蟹, 魷魚, 蜜魚之外, 還有很多魚都是要晚上才能見到 為了捉這些獵物, 我們通常晚上都會去沙灘找牠們 這次一跳下水, 就遇到成千上萬的魚仔 大家記得戴上頭套, 要不然鑽入耳朵就麻煩了 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會見到這種日本燕光, 大條的, 有些去到十斤八斤, 不過我就很少攪牠 其實香港真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魔鬼魚, 不過牠們尾部有獨刺, 阿火建議大家不要攪牠 這兩條看下去像黑沙的, 其實不是本地魚, 牠們叫金頭雕 這些外來物種都是放生魚, 在外國可以養到幾斤重 但目前在香港見到最大都是一斤多重 今次我們的主角出場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牛丘魚 吃就一般, 不過煲湯就很好吃, 牠們通常都躲在沙上不動 你晚上見到牠的時候, 我猜牠的心目都只是說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但最慘牠的尾部是黑白尖條, 很難看不到 如果用來煲湯, 選兩三條一斤以上的牛丘就夠了 牛丘兩邊塞都有一個很鋒利的刺, 讓牠刺到一定會爆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其實如果你看慣了, 一眼就看到魚躺在哪個位置 這條懶得, 刺到刺不掉 刺完後, 刺過一點就算 不要太懶了 小條的牛丘, 讓我們養大一點, 先來捉牠 這條肥丁丁就適合吃了 這些尺寸, 兩條就夠了熬湯 牛丁的牛丁, 通常都是在沙灘裡 看到一條, 都會看到第二條, 大家就留心點尋找 多兩步, 又看到肥丁丁的牛丘 這些牛丘, 條條都肥丁丁, 煲湯一定很好喝 煲湯, 都是阿媽拿手 這次教大家煮鮮淮山紅蘿蔔牛丘湯 先準備八粒紅棗, 去核洗乾淨 然後我們準備二米蓮子兆實, 各二兩 用清水洗乾淨, 放在一邊備用 紅蘿蔔, 去皮後切件 鮮淮山, 去皮切件 怕手痕的朋友, 記得戴上手套 牛丘清除內臟後, 洗乾淨, 切件 魚用來煲湯, 其實你喜歡切到什麼樣子都無所謂 切好東西, 我們就可以開始煎魚了 我們先熱鑊落油 在鑊底上加一點食鹽 這樣煎魚就不會容易黏底 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些魚去煎 放完魚之後, 放下三片薑 煎到兩邊都金黃色就完成了 煎到肉肉酸酸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會放魚袋, 沒有人會看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煎好魚之後, 把魚放在煲湯袋裡 煎好魚之後, 把魚放在煲湯袋裡 然後我們把魚放在煲湯袋裡 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煲湯了 我們先準備4公升的清水 然後加入2米蓮子兆實 半斤的豬展, 飛完水之後放入湯鍋裡 然後我們加入剛才切好的鮮淮山和紅蘿蔔 然後我們再放入果皮和紅棗 開大火, 把湯煲滾 開大火, 把湯煲滾 水滾之後, 放入剛才煎香的牛丘魚 然後調至中火煲2小時 阿火家人多, 通常煲湯會比較大 如果大家家人少喝, 份量可以自己減半 最後大家按個人喜好, 加入適量食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喜歡吃這個豬肉 這個豬肉 對呀, 好吃呀 這個豬肉好吃 辣椒的水味 真的太甜 太甜 自己喜歡湯甜 牛丘的味道很棒 它又不腥 一點也不腥 對呀 如果怕魚腥的味道, 牛丘也對 新鮮牛丘 這個湯真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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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